上海徐愧區食安辦 推出新武器黃色小鎖 讓你看得到吃不到 你去節奏的時候 他會提醒你要選一下食安鎖 然後好的 食安鎖其實就在這 別分免費的 所謂的食安鎖 類似我們用在包裝 整理線材的束帶 也就是商家打包之後 在封口處綁上食安鎖 一旦拆開後就無法接回 確保客人點餐的食物 不會被動手腳 過去發生過外送途中 食物灑落 外送員只換了一個袋子 草草柳氏 或是肚子餓的外送小哥 打開便當吃了幾口 消費糾紛層出不窮 現在加裝食安鎖 若是遭到損壞 消費者可以拒絕收餐 我感覺這好難拆 第一次檢查今天 太緊了 是不是他這個做工網 還是很好的 五萬把黃色小索 顯示是有沒有效 美團今年初就推過 放心籤 特殊材料製成的貼紙標籤 有鋸齒暗紋 若是遇到外力撕毀 會留下永久性的痕跡 也是拆開就裝不回去的設計 外送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儘管美團連續虧損三年 去年虧損將近 八百七十億台幣 還是大動作正式在香港 提交上市申請書 打算以六百億美元估值 募集六十億美元資金 也是繼小米之後 今年在香港規模 第二大的公開募資 記者李昕辰綜合報導